收盘 美股三大股指本周跌幅均超4.5% 北京时间22日凌晨 美股周五收跌 三大股指本周均下跌4.5%以上 股价重挫令科技股承压 该公司的用户增长前景疲弱 市场继续评估美债收益率走势 与美联储迅速退出刺激措施的前景 道指跌450.02点 跌幅为1.30% 报34265.37点 那指跌385.10点 跌幅为2.72% 报13768.92点 标普500指数跌84.79点 跌幅为1.89% 报4397.94点 经历了动荡的一周交易后 本周道指下跌4.58% 标普500指数下跌5.68% 二者均路德连续第三周下跌 目前标普500指数较其历史最高收盘水平 已下跌于8% 那指下跌7.55% 路德2020年以来的最大周跌幅 进入新年以来 美股市场一直受到国债收益率飙升 以及对美联储迅速收紧 政策已应对通胀飙升前景困扰 对利率敏感的高增长科技股 首当其冲 美股新年开始创下了2008年也在差开局 过去13个交易日 有9个交易日路德下跌 美股财报季开局不稳 削弱了投资者的信心 多家银行相继公布了黯淡的业绩 Netflix的最新财报显示 其用户增长数量远低于预期 Netflix动作21.8% 其竞争对手及流媒体设备制造商 乌库的股价同样下跌 斯巴特特首席市场经济学家 皮特卡迪罗表示 大型银行普遍下调业绩指引 是本财报季的一个重要特征 他表示 尽管如此 美股财报季才刚刚开始 我们仍然相信整体市场的 基本面仍将得到支撑 从而缓解国债收益率上升带来的打击 周五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 下降一个基点 降至1.79% 但本月迄今该收益率已大幅上涨 1月初 该项收益率仅为1.5% 加密货币也面临压力 比特币跌破关键支撑位4万美元 在此之前 周四俄罗斯央行宣布 禁止使用和开采加密货币 投资者正在努力应对美联储为 抑制通胀高企 而迅速退出刺激措施的前景 随着新冠疫情时期 支撑一系列资产的刺激措施逐渐退出 投资者的神经开始紧张起来 市场将面临美联储多次加息 以及迅速缩减8.8万亿美元资产负债表 以应对价格压力的双重打击 美联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 将于下周二开始举行为 七两天的货币政策会议 会议结束后 市场参与者将仔细分析 该委员会关于紧缩政策时间表的声明 经济学家预计美联储官员将在下周暗示 3月份启动三年多来的首次加息 以及随后不久开始收缩资产负债表 接受调查的45位经济学家中 多数人预测 美联储将利用1月25-26日的政策会议 来预示25个基点的加息 但有两位经济学家 立即会意外加息50个基点 以应对物价非涨压力 这将是2000年以来最大加息幅度 市场预期美联储将以快于先前预期的速度 收紧货币政策 推动指标供债收益率上扬 联邦基金历利期货 已经完全消化了3月份加息 以及2022年四次加息的可能性 地缘政治风险的不确定性 也在干扰市场 有报道说 华盛顿允许一些波罗的海国家 向乌克兰运送美制武器 这引发文人们对乌克兰与俄罗斯对峙的担忧 受比特币跌破4万美元影响 区块链概念股走弱 华盛顿允许等普遍下跌 Netflix股价大幅下跌 该公司第一财技新增用户数值 因远低于市场预期 莫库与迪士尼等其他流媒体概念股跟跌 帕尔腾股价反弹 该公司CEO澄清 有关健身设备停产的报道为假消息 帕尔腾斯表示正考虑可行性选项 包括裁员和限制生产等 该公司表示 CNBC关于其内部文件的报道不完整 不反映公司完整战略 并已确定泄密者 正采取适当法律行动 满帮股价走低 交通运输部今日约谈满帮等 8家新业太平台公司 据报道即将与FenCito Party 达成出售沃森健康的交易 电动SUV凯迪拉克VIP组装完成 预计未来几个月交付客户 此前有消息称 通用汽车考虑在密歇根州的两家工厂 投资于40亿美元 以提高其电动车产能 宣布投资200亿美元 在俄亥俄州建造两所芯片工厂 立即将于2022年底开始建设 2025年投产 塞尔维亚宣布全面停止理项目 并撤销其勘探许可证 宣布将CEO戴蒙的2021年 年薪提高10% 升至3450万美元 据报道 MitaNi制令计划 允许用户创建和推广NFT 此外拥出NFT投像功能 1月签约元宇宙项目 将打造基于NFT的虚拟偶像 该项目名为时尚守护者 将为二次元虚拟人物铸造 6888颗的NFT 这些代币将使用以太坊区块链 游戏订阅服务 Zubox Game Pass 获得了超过2500万名用户 相较去年同期 用户数量增加700万 利息中期亏损金额 约8亿到9亿美元 此预期亏损主要由于 K-9学科的培训服务的终止 对报告期间的总营收 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及由此所产生的大量额外成本 对QQ音乐业务线和腾讯音乐基础架构进行调整 并晋升任命管理员员 其他是场面 纽约商品交易所 二月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 下跌10.80美元 跌幅0.6% 收于每盎司1831.80美元 尽管如此 本周黄金期货价格 仍录得0.8%的周涨幅 此前一周黄金期货价格上涨1.1% 纽约商品交易所 三月交割的西德克萨斯中志源油期货价格 下跌41美分 跌幅为0.5% 收于每桶85.14美元 按照最活跃合约计算 本周美国WTIU期货上涨2.2% 会联系第五周上涨